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东京》中的一个故事师 震动东京 大连是个资深宅男 已经十一年没出过家门了 他讨厌和人接触 也讨厌接触阳光 不用出门打工的他 依靠父亲每个月信封寄来的钱生活度日 他将自己的时间用在了阅读和整理房屋中 偶尔看看时针的走动和阳光的变化 他喜欢阅读 家里的书很多 他都看过 而关于整理房屋 他有点收集癖好和强迫症 会将用完的测试圈筒码在角落 也会将吃过的披萨盒全部堆好 星期六是他固定吃披萨的日子 每次他只会打开半扇门 低头看着地板完成交易 因为他害怕只是他人的眼睛 而这天他就在低头时 看见了送餐员游子的褪饰 忍不住抬头 发现对方居然是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女生 十一年来第一次与他人的眼神交流 让大铃有些紧张 突然 本就地震频发的日本发生了一场小地震 游子在晃动中突然昏倒在地 地震过后 大铃看着游子有些好奇而不知所措 紧张地在房间里来回躲步 二后他躺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游子 但无论他做什么尝试 游子就是醒不过来 突然间 大铃发现他身上有许多按钮 而大腿的部位正好有个开关按钮 大铃试探般地一按 游子却真的睁开了双眼 他为大铃表演了一个声段拇指的小魔术 并指出大铃有个披萨盒放倒了 随后便急收离开了 自这之后 大铃的心态也无法平静 整整两天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一心享受有趣的游子 最后 他点了原本是在周六才吃的披萨 希望再见游子 可送餐的却是个大叔 大铃鼓竹勇气问话 才得知游子也是个自身老财 现在干不下去 辞职回家宅生了 在大叔一去前 大铃在其鼓竹勇气 要到了游子的地址 他迫不及待想去找游子 他穿上鞋打开了门 外面的阳光灵灵 他却站在门口犹豫不决 迟迟不敢迈出去一步 就这样 在咱们口待了一周晚 隔天 他终于下定决心 走到了阳光下 他记着游子的地址 想坐地铁 却不清楚地铁站方向 想坐公交车 又忘了带钱 于是他便找出了自己的单车 不想单车搁置太久已经报废 起不了了 这时 他回头看了眼自己的房子 才发现房子外已经长满杂草和藤蔓 回过神来 大铃决定跑步去游子家 却发现 沿路的房屋都门窗紧闭 路上空屋一折 人影更是没有一个 除了送餐的机器人 整座城市空旷冷清 只有大铃奔跑在街上 他透过窗户看见房屋里 那些畏惧爬生的面孔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窗前 终于 大铃找到了游子 他大声呼喊着 可游子听见声音 并将窗户给关起来 任凭大铃怎么呼喊 一阵剧烈的趁赶袭来 紧闭在房门的大家 终于打开房门 逃到了街上 可振波过去 人们又退出回到了自己房间 大铃看见 正与回去的游子 一把揪住了他 在他想挣脱时 大铃按下了他手臂上爱情的按钮 游子往向大铃 糟糕 是心痛的感觉 游子不再挣扎 让人默默注视着对方 心中猛烈的扑通直跳 随着下一场低沉的晃动袭来 爱情在他们之间萌芽 并至此结束 片中对于宅的刻画 是生动而细腻的 尤其那只空虫 让人心惊 有些时候 我们免不了会有 必是艳术的心理 比起与他人沟通 更宁愿处在自己的小世界 乐在其中 但我想 其实所有的生活方式 都没有对错 因为每个人所追求的 都有所不同 只是不禁猜想 要是游天 人时去交流 整座城市 会不会无声的可怕 以上就是本期老暴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暴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你们赶紧说句话呀 我可以尽量一下 我可以尽量一下 我可以尽量一下